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2023年12月11日晚,一位网友突然在超话中发帖 称香港艺人周海妹去世 因为这个消息并非来源于官方 再加上12日凌晨,编剧谭妃又辟谣称 周海妹并未过世,请各界物以讹传讹 不少人都怀疑此事只是谣传 然而令人心痛的复文还是来了 12日周海妹工作室表示 周海妹于11日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辞世享年57岁 最美周芷若就这样走了 好像也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回头看看周海妹这一生 从港姐落选到撞鬼走红,再到被网报退网 就连离世后都经历了病例泄漏 灵堂影片泄漏等风波,可谓是跌宕起伏 周海妹为何会被传是灵异体制 她生前究竟与鬼怪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 又为何会突然相消欲允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周海妹的故事 提起周海妹估计不少人想到的第一个角色就是周芷若 1994年28岁的周海妹在台版倚天屠龙记中 扮演了性格复杂的周芷若一角 既演出了她前期的秀若兰芝温婉斯文 也演出了后期的仪态威严气震数千豪杰 周海妹楚楚动人的长相 更是让观众对周芷若这个角色平添了几分同情 据说金庸在看完她的表演后都表示 愿意为了她修改剧本 让周芷若最后跟张无忌在一起 更夸张的是那时候甚至有很多观众都觉得 周海妹的本名就是周芷若 周海妹只是个一名 真是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做把角色给演活了 而靠着这个人气角色 周海妹也迅速打开了两岸三地的影视市场 95年主演农情大帝 97年街拍大闹广昌龙 98年又主演了纵横四海 影城大亨纵横天下等热剧 不断打破收视记录 也成为了TVB的当家花蛋 不过很快就有一个有点邪门的留言传出 说周海妹其实是靠撞鬼走红的 香港主持人梁思浩也曾经在自己的节目 世界鬼故事中讲过这段传闻 说她当时跟周海妹的关系很好 周海妹曾经跟她透露说 自己刚开始在内地拍戏的时候 是出生牛都不怕虎 什么山坟都敢做 结果那段时间 周海妹就突然开始做一个重复的噩梦 梦到自己飞上了天空 在草原上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景 此时女人突然转过头来 她的正脸非常的猙獰 那段时间周海妹天天被鬼压床 每天做噩梦精神恍惚 一个月瘦了16斤 后来她实在受不了了 就听朋友的建议 找了个大师帮自己看看 大师看了周海妹的八字 周海妹又把自己的梦境讲述了一遍 大师又问周海妹 梦中那个女鬼是否留下过什么话 周海妹说 女鬼好像问她 为什么拍戏时要做烂我的家 大师露出了不好的表情 对周海妹说 女鬼恐怕没那么好解决 搞不好会取你性命 我需要一周的时间跟女鬼沟通 你且等等我 可是一周的时间还没到 周海妹这边就出事了 她在拍一场戏时被大刀砍上了手 按照原本的剧情设置 周海妹需要手握淤洗 在大刀落下的瞬间迅速缩回手 原本排练了十几次 一直都没有问题 可是当正式开拍之后 周海妹的手就好像被鬼压住了一样 动弹不得 最终周海妹的手被大刀砍伤 然后被紧急送医 开机了 好了她看着把刀落了 手动了 定了夹不动得 看着把刀 整只手指斩了去 她大喊 救命啊 我被鬼斩啊 整个床的人都听到 你明明清醒的 怎么会被鬼斩 送医过后周海妹回到住处 大师让她进房间待着不要出来 接下来周海妹经历了 让她永生难忘的一夜 大师说今晚会帮她解决掉女鬼 但前提是 她的房间别人不能进去 她也不能出来 周海妹整晚待在房间里 也不敢睡觉 当时她的房间里有一台收音机 她就打开了收音机 想听听广播壮胆 结果到了后半夜 可能是因为太困了 也可能是因为太累了 周海妹感觉自己身边全是阿飘 当时周海妹是跟姐姐住在一起的 她尖叫着叫姐姐进房间来帮她 但是大师再三叮嘱过姐姐 周海妹的房间是不能进去的 就这样周海妹一直熬到了天亮 天亮之后阿飘们也都散去了 后来大师告诉周海妹 我跟女鬼斗了整晚 女鬼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了 今次一夜女鬼危机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是大师也告诉周海妹 说你的八字容易跟灵异事件有关联 如果有机会演鬼的话 一定能够红透半边天 结果1997年 周海妹在香港电视剧大闹广昌龙中 饰演女鬼小芙蓉 人气果然飙升 这部剧成为了当年TVB剧集收视冠军 也让周海妹成为了香港TVB 万千辛辉贺台庆 1997颁奖典礼的最佳女主角的 大热候选人之一 而周海妹与鬼怪的不解之缘 也并不只有这一件 她本人曾经在采访中透露说 自己从小就有阴阳眼 在某期香港访谈节目最佳拍档中 主持人询问周海妹与港星林家栋 是否相信鬼神之说 周海妹迅速回答说相信 因为自己从小就能看到 小时候有一次7月14日中元节 周海妹在街边烧纸玩 妈妈喊她回家 周海妹说她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可那个时候街上就只有周海妹一个人 也就是说她身边的那些小朋友 只有她能看见 小时候周海妹还不知道此事的含义 长大后才发现 原来自己是灵异体质 后来周海妹到TVB工作 那时TVB电视广播城还没有搬到香港将军澳 而是在清水湾 清水湾电视城中的古装街 以及八场是香港人尽皆知的闹鬼圣地 周海妹在八场拍戏时 也曾经有过灵异经历 当时是晚上周海妹去八场的女厕所解手 厕所里的每一扇门都推不开 只有一扇门留了一条缝 周海妹使劲一推 看到里面有一个胖女人正在抱着一个小婴儿 喂奶 周海妹当时都吓呆了 她拔腿就往服装间跑 深夜电视城里是不可能有剧组工作人员之外的人的 更不可能有婴儿 周海妹觉得她是见鬼了 在外地拍戏时 周海妹也曾经有过灵异经历 有一次她跟姐姐一起去马六甲 入住了一家很旧的酒店 姐姐洗完澡后就坐在梳妆台旁边 前面有一面镜子 周海妹就坐在姐姐身后休息 不经意的抬眼看了一下镜子 却被吓得完全不敢说话了 因为镜子里姐姐身后坐着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一位当地模样的少女 还有一次周海妹在龙虾湾拍戏 结束后她和一位造型师开车离开 那里有一段很长的弯路 刚好可供两辆车勉强通过 驶过弯路时周海妹看到对面 开过来了一辆车 当时是凌晨三四点钟 周海妹不尽好奇 这个点怎么会有车开往龙虾湾呢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周海妹就留意了一下对方车里的状况 里面挤满了人 就在两辆车擦肩而过的时候 对方车辆里突然有一个女孩探出了头 一直在冲着周海妹笑 女孩的样子非常的恐怖 鲜红的嘴巴一直咧到了耳根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留着奇耳短发 后来周海妹信了佛有很多东西就看不到了 但时常还是能听到 有一次她一个人搭乘电梯 在电梯里突然听到了一男一女的对话声 而且谈话的内容都非常的清晰 而久而久之 周海妹似乎也对此渐渐习惯了 表示他们有他们的空间 我有我的空间互不干涉 难道说真的有被鬼神眷顾的女星吗 周海妹的走红是否又真的跟撞鬼有关呢 这一切还要从周海妹的出生开始说起 1966年12月6日周海妹在香港出生 在家中的四个孩子中她排行老二 奶奶告诉她她是满族人 老姓是满清八大姓之一的瓜尔家世 她的满族名称是满尔塔塔 祖先是香白旗 曾在广州做五品官 同管清朝广东省的省级事务 可以说算得上是家世显赫 也正因如此周海妹的家教一向都很严 父亲要求孩子们不能随便外出跟同学玩 读书成绩一定要排在前十名以内 吃饭也一定要等长辈们先动筷子 拿筷子加菜永远不能超过别人的手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西餐仪态 周父在孩子们小时候就经常带他们出去吃西餐 让他们学会正确使用刀叉 但就算是这样也改不了周海妹的天生反骨 她从小就皮仗着自己个子高 天天跟男孩子们混在一起 打球在屋檐下淋水洗澡 甚至跟男孩子打架把对方的鼻血都打出来了 有一次周海妹收养的流浪狗被邻居给堵死了 她知道之后就气势汹汹的拿着一个大扫把冲到了邻居家 边哭边喊道你们给我出来 一直长到17岁 周海妹才在父亲的要求下开始留长头发 眼看着周海妹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太像假小子了 父亲就给周海妹和姐姐报名参加了港姐选美 希望她能通过选美学一学怎么当个淑女 1985年周海妹登上舞台 那时候她刚满18岁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再加上有800度的近视眼灯光一打 台菜的观众都像大白菜 周海妹一点都不紧张 这就让她看起来格外自信大方 在被主持人提问时 周海妹还会送上几个俏皮的小表情 靠着实打实的美周海妹闯入了港姐前30 但最后却因为太活泼止步于15桥 无缘晋级决赛 不过周海妹对于落选倒是一点也不在乎 她还是开开心心的在舞台上笑 很快TVB也注意到了这个特别的女孩 邀请她进入到了无线电视议员培训班 相当于要拉她往演艺圈发展 对此父亲很支持 但母亲却不同意 母亲还是希望周海妹继续读书 为了说服母亲周海妹说 你只给我两年的时间 两年之后如果我孩子排在女一号后面跑龙套 那我就乖乖回来念书 事实上根本用不了两年 90年代前后港剧正好迎来了黄金期 而周海妹不仅有着天生的高颜值 还会自己研究穿搭 看时尚杂志学化妆 很多时候不靠造型师 她自己化妆搭配 也能做出红唇黑发一身经典港味的造型 也许天生就是吃演员这碗饭的 周海妹一出道就参演了TVB台庆剧杨家将 跟黄日华 苗乔伟 汤振业 刘德华 梁朝伟等巨星合作 要知道这五人当时是被称为TVB五虎将的大咖呀 可见刚出道的周海妹就很受台里重视 刚开始拍戏时周海妹就像是一张白纸 甚至是连怎么看镜头都不知道 但是她不甘心只做个花瓶 于是就专心学习了表演 从早到晚的看影视剧纪录片 一点点的分析拆解其他演员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 为了拍戏她可以四天四夜都不睡觉 拍古装戏时重达20斤的头饰 甚至在她的额头上压出了血包 就这样86年流氓大亨 89年义不容辞 91年今生无悔 周海妹拍的戏一步比一步火 她也迅速成为了TVB的一线当红花旦 93年出演张学友的吻别MV 更是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 当然了这些都发生在周海妹饰演女鬼小芙蓉之前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撞鬼走红的传言并不可信 除了事业顺随之外 周海妹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桃花 1986年因为合作拍摄电视剧《小岛风云》 刚出道不久的周海妹与演员吕良伟开始交往 交往一年后21岁的周海妹和吕良伟一起去国外旅行 旅行途中吕良伟突然之间向周海妹求婚 周海妹头脑一热就答应了 两人后来在美国某法院登记结婚 可惜生活在一起后 彼此才发现对方身上有很多东西跟自己想象的都不一样 不到一年这段婚姻就草草结束了 在办理离婚时 二人才知道当初他们的结婚手续根本就没有生效 因为他们只是做了个登记并没有注册也没有行李 根据美国当地的法律只有行李过后 结婚手续才算有效 周海妹倒是很洒脱 她说也好倒也省事了 曾经有很多地方都报道说 周海妹和吕良伟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秘密注册结婚的 但周海妹本人曾经在采访中曾经说过 地点并不是拉斯维加斯 而且当时也没有想要刻意隐瞒什么 那个时候你和吕良伟是在拉斯维加斯秘密注册的 对吧 也不是秘密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注册 根本没有注册 只是登记 登记了之后 我们没有行李 行李才算吗 而且地方不是拉斯维加斯 所以网络也不是能尽兴的 虽然周海妹的这段婚姻有一点乌龙的感觉 但却是她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史了 此后她虽然跟不少圈内圈外人士都传出过绯闻 每一段感情也都爱得轰轰烈烈 但从此再也没有跟谁走入过婚姻的殿堂 当被问及不婚的原因时 周海妹坦言说道 我不打算要孩子 既然不想要孩子 那结不结婚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其实周海妹并不是不喜欢小孩 只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没办法要小孩 这点我们稍后再展开细说 2000年过后 周海妹的工作量明显减少了很多 此后外界开始盛传 周海妹跟一个圈外人士热恋了 男方比周海妹小七八岁 是北京人 工作是建筑师 2002年底 周海妹来北京拍戏 正好碰上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 从小在香港生活的周海妹 还是第一次见到漫天大雪 从此就爱上了北京这个地方 再加上男友也是生活在北京 周海妹就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内地 2004年她定居北京 专心享受恋爱生活 在接受非常近距离的访问时 周海妹透露说 她对这位圈外男友是一见钟情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男方以为她不会普通话 于是便掏出笔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周海妹就觉得这个男人非常绅士 也很特别 不久后两人就确定了关系 周海妹还羞涩地表示 男方第一次牵她手的时候 她全身就像触电了一样 之前她也谈过很多次恋爱 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周海妹本人虽然对这段感情非常上头 但外界却不怎么看好他们 就连家人也反对周海妹搬到北京生活 但即使是这样 周海妹全然不在乎 她说最后就算是分手了 她也不后悔为爱走他乡 至少他们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 相恋12年后 周海妹还是与这位圈外男友分手了 周海妹是不婚主义者 但男方一直想结婚 还曾经向周海妹求婚 双方在婚姻关上的分歧 不知道是不是压死这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此后的数年里 娱乐圈里就很少再有关于周海妹的消息了 直到2014年 她在大陆电视剧《五妹娘传奇》中扮演杨淑菲 不少观众才发现原来周海妹还在演艺圈 她的样子也几乎没怎么变 2018年她又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饰演反派徒遥 不过这一次观众们的反馈就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她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善度 又是做尽了坏事 不少入了戏的观众就恨透了周海妹本人 就好像当年有不少人恨荣嬷嬷扮演者一样 这群不理智的观众冲进了微博 网爆周海妹 骂她恶毒 演技不见增长 只会瞪眼等等 周海妹依旧洒脱 她发文表示将退出微博 从此就真的没有再见她发过任何博文了 而她写的那篇退博文案也是相当精彩 金句评出 她说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做人要善良 但也不能被他人欺负 网络时代理解情绪大于客观的舆论生态 作为艺人把自己的一切交付到显微镜下 被凝视也是职业宿命 但当思考被情绪裹挟成为潮水方向 我选择激流勇退 一声何求 谁计较赞美与诅咒 陌生人你好 感谢你的爱意和乖张 微博再见 继续我的地阔与天长 2019年周海妹又出演了新版《倚天屠龙记》 不过这一次出人意料的是 她扮演的不是周芷若 而是灭绝师太 当不少女明星还在为自己的容貌和衰老焦虑时 周海妹却大方表示 不同年龄就要出演不同的角色 角色要适合自己的年龄 最后剧集播出时 周海妹不仅获封了最美灭绝师太的称号 更是让观众们见证了周芷若长大后 就变成了灭绝师太的巧妙轮回 回看周海妹多年来在娱乐圈的深耕 可以看出她能长红绝不单是靠美貌 更是靠她坚持不懈的努力 和不娇柔不造作的洒脱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洒脱的人 却没能迎来人生的完美结局 2023年12月11日 刚刚过完57岁生日的周海妹因病离世 在她去世的消息还没落实时 就有涉及隐私的病例被传到了网上 还有营销号为了流量 用独居女人孤独死等标题发文 甚至还有造假的灵堂影片流出 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2023年12月12日 就在周海妹工作室确认其离世消息的当天 一份疑似周海妹在北京中医院 顺医医院就医的电子病例截图 开始在微博上流传 病例里不仅有就诊人的姓名和年龄 过往的病史等信息也详细记录了就诊人的身体状况 内容均为隐私 12月13日 该医院宣传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证实 流传出来的病例是真实的 医院也正在调查该病例是如何泄露出来的 12月14日 北京顺义警方发布了调查结果 证实36岁的福某某 利用其在医院工作的便利 出于炫耀的目的 将周海妹的个人病例拍照 发自微信群 导致信息扩散 目前顺医公安局已经将福某某依法行政拘留 闹心的事还不止这一件 2023年12月13日 一个短视频账号 发布了一条周海妹灵堂的视频 视频中灵堂内放置了 大量鲜花环绕包围的红色棺木 棺木前是周海妹的遗像 遗像旁边还放有长明灯 灵堂里还有一个大屏幕 滚动播放周海妹曾经出演过的一些角色 因为该账号的简介是 重庆殡葬专业毕业资深殡葬人 所以不少人都觉得这视频是真的 然而后来视频却被扒出是造假 发片人表示自己是周海妹的粉丝 因为太怀念偶像 一时感触制作了这支影片 并且道歉说到 让大家误解了见料 大家只是用不同的形式怀念而已 网友们当然是不买账的 骂他蹭流量不尊重逝者 下午该账号就设置为了隐私账号 我们再说回周海妹的病情 几乎是众所周知的 周海妹生前曾患有高血压和红斑狼疮等慢性病 早家2006年香港女性杨公如 就有意无意的说出过周海妹患有红斑狼疮 当时有人在杨公如的博客中留言说 她妈妈得了红斑狼疮 杨公如则回复说 她很同情得这种病的人 因为她曾经有同行患过这种病 她说我是98年第一次听说这种病的 当时是在拍摄纵横四海 周海妹言我姐姐 忽然有一段时间她一直没来开工 后来大家才知道她身患红斑狼疮 结果她的很多戏份都是由替身拍的 此言一出不少网友都感到震惊 一方面是震惊女神周海妹竟然患有这种病 另一方面也震惊杨公如 为什么要把这么隐私的事情说出来 还有人质疑杨公如是为了要给自己的博客炒作 毫无道德底线 事后杨公如道歉 并把当事人的姓名隐去但早已于事无补 1998年周海妹拍摄纵横四海期间确实有过中途停拍 当时她对外界宣传的是她皮肤被蚊虫叮咬之后红肿不退 事实上周海妹从未对外界承认过自己患有红斑狼疮 只是说自己有学小板低下的毛病 但学小板低下又确实是红斑狼疮的经典病症 2010年外界盛传周海妹的红斑狼疮病复发 她接受明报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 这个病我从来没有说过有或没有 不想重复又重复只希望大事化小 而我的学小板问题早前确实是复发了 前阵子发现手上有一块瘀青 当医院检查后确认学小板又下降了 需要靠吃药控制 这是第一次周海妹面对媒体 如此详细的谈及自己的病情 后来她做客星际会客室再次提到此事 表示自己有不明原因的学小板低下 血液不易凝固 全身总是会出现瘀青 经常会晕倒 上学的时候她就曾经晕倒过 后来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还以为她家人虐待她 后来在学校里关于她病情的谣言就越传越离谱 有同学甚至说她得了血癌 如今回想起来 2000年前后周海妹砍掉了大半的工作 可能并不是因为想要专心享受恋爱的美好了 而是有一部分身体的原因 周海妹去世的消息刚刚被公布时 不少网友都认为红斑狼疮是导致周海妹离世的慢性杀手 当2023年12月27日 周海妹的姐姐发布声明称 根据监控录像和法医部门的鉴定 周海妹是突发心脏病猝死 离开的时候很安详 没有痛苦 虽然周海妹本人从未承认过自己患有红斑狼疮 红斑狼疮也并非导致她离世的直接原因 但是周海妹的去世还是让红斑狼疮这种病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红斑狼疮恐怕并不是因为周海妹 而是因为1998年的一部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 那可算得上是网络小说的开山之作了 书中讲述了男主角痞子菜 在网络上邂逅就读同校的女主角轻舞飞扬的故事 两人经过了几个月的网上聊天后 在麦当劳相约见面 然后互相一见钟情 最后女主角却因为疾病离开人世 而她所患的正是红斑狼疮 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发病机制不祥尚且无法根治 因此也被称为是不死癌症 红斑狼疮会让原本保护身体的免疫系统 变得敌我不分攻击自身器官 由于免疫细胞随血液流进全身 所以红斑狼疮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个器官的病变 比如说发热 皮疹 口腔溃疮 血小板减少 血尿 肝功能异常等等 她的可怕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 摸不清治不好 一时死不了 正因为一时死不了 红斑狼疮患者会反复受到疾病的折磨 最终诱发其他重大疾病 并因此而丧命 目前这种疾病多发于育龄期女性 女性发病年龄多为15到40岁 男女比例约为1比7到9 30岁左右发病的患者 到了55到60岁时会有超过一半死亡 如果说周海妹确实患有红斑狼疮 并且按照1998年确诊来推算的话 她确诊时是32岁 周海妹选择不婚不育的原因 也跟自己的身体有关 因为很早之前医生就告诉她 她的血小板太少 在生产时可能会因为大出血而产生危险 其实周海妹从小就很喜欢小朋友 当时母亲怀了弟弟 她高兴得不得了 小时候也经常帮着带弟弟 但她也早就想开了 她说结婚生子看起来是每个人人生的必经过程 也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但并不代表这是唯一的选择 可能也正因如此 周海妹很喜欢狗狗 她的社交账号上更新的最多的 就是与猛宠相处的日常 周海妹去世后不久 有网友注意到 她曾在直播间里提到过一件 发生在她家狗狗身上的怪事 疑似狗狗早就已经预感了她的离世 直播时周海妹表示 前几天我出去工作回来后 她就趴在垫子上一动不动 就好像生病了一样 眼里还泪水汪汪的 家人去摸她 她就吱吱的叫 好像哪里很疼一样 我出去工作 然后她就回来之后 她一直好像生病一样 就趴在那个垫子上面 说什么都不动 跟她说什么 她都特别闷闷不乐 然后眼睛 还有泪汪汪的那个眼水 好像有什么不舒服 我还以为她生病了 第二天周海妹就带狗狗去看了医生 并且拍了X光片 但显示一切正常 有网友说 狗狗可能是闻到了周海妹身上散发出来的某种气味 预感到了她命不久矣 人在生病时身上确实是会散发出来不一样的气味的 也有专门感知主人身体气味变化的救助犬 但周海妹的那次直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狗狗如果真的在当时就能够预知周海妹的离世 就实在是太玄幻了 很多人在周海妹离世之后 才开始更多的了解屏幕之外的周海妹 她喜欢做公益 08年开始就参与抗艾滋病灾区捐献等活动 2023年11月24日周海妹生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就是出席在河北省唐山市举行的公益活动 并且演唱了那首经典的《一生何求》 她说从小父亲就教育她 你能帮助别人是你的福气 别人变好了你也会很高兴的 她还喜欢种花煲汤听音乐和朋友爬山赏雪 她的抖音简介是 我是加肥猫我会咬人 可爱得像个小女孩 她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 在一支视频的标题里她写道 日子过得简单安稳 就是最好的一种幸福 你们觉得呢 2023年12月8日去世的几天前 周海妹在她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 细数了自己过往扮演过的角色 配乐是一生有你 当个小时候 吕梁维也发了视频 用了同样的音乐背景 还有网友发现两支视频的玄机 不止在于相同的配乐 还在于21岁时周海妹被吕梁伟求婚 57岁时周海妹与世长辞 中间隔了36年 而二人发视频的时间 4点29分到5点05分 相隔了36分钟 这或许是一种缘分 也或许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告别吧 浪涛涛人渺渺 青春鸟飞去了 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遥 愿一代人心中的周芷若 小芙蓉一路走好 好了今天就在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拜拜